歡迎光臨超級力點通 歡迎光臨教育 歡迎光臨 介紹大方大師 介紹今天參賽的隊伍 首先介紹我們的統統隊 介紹我們可愛的統統 以及帥氣的 好 請介紹 還有我們的 完美的組合 緊接著介紹我們的圓浩隊 由我們帥氣的圓浩 漂亮的姐姐 以及我們的林道遠 第一回合考驗藝人的聯想力 請一教圖卡線索分別進行答題 答對即得五分 答錯換對方猜題 夥伴乾淨動動倒杯 第一回合抑制聯想一起 好 今天我們要猜的是一個 一個人物 人 給大家一個提示 這個提示就是 連外國人都喜歡他 外國人都喜歡 各位 一字聯想題第一題 我們來看 第一個提示是什麼 什麼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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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蜂蜍蜘蛛 兩隊請搶答 以後隊請做答 他剛剛說是一個人物對不對 香港人 我看到那個人在哪裡 真的啊 仔細看這個山上 他住在這一棟房子裡 是 我知道 是誰 一、二、三 接下來走 好 JT前 JT的第一線 他們說 成龍 成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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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就對了 我們猜個比較有創意一點的 好不好 誰 我來猜個 張曼玉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跟法國人在一起對不對 我會想到另外一個 好 那下一個 下一個 先不要講 沒了被他們搶走 對 好 童童對說 張曼玉 對 不對 不會對了嘛 一起 一起 我們來看看 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好 周杰倫 跟他有過一腿的 周杰倫 兩隊 不是 請搶答 什麼隊請就答 誰演的 霍建華 霍建華 霍元甲誰演的啊 有一個人演過霍元甲 你該不會跟他們一樣 都沒創意吧 沒有啊 李連傑 沒有 李連傑 對 不對 對 我們知道了 李小龍 周杰倫一首歌 雙結棍 是 然後 話題 李小龍 對 不對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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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講 對 他是香港人吧 大家都知道 是 剛才就原畫哥有講到 唱的那首歌雙結棍 而且裁判 在這一張 類似黑白又連彩色的圖案當中 只有這條龍 最新的 不是我們第一集 根本就講的 拜李小龍 那如果你要這樣子講 如果你要這樣講 那你為什麼不猜李金龍呢 我就是說金龍了 你玩過那個啦 玩過 請你做功課 那台灣的 第三張 永川啊 念文是他的媳婦啊 對啊 他學那個永川全 對啊 他是練那個小念頭 第四個 就是日本人在欺負 中國人的時候 他就挺身而出 金武門那部電影啊 然後日本人送了一個 這樣子的牌匾給中國人 我們都說他應該是武術之光 對啊 因為有他 才讓外國人接受武術 了解到我們亞洲的 他到了中國功夫 中的精神 對 恭喜元昊隊 恭喜 請接著 意志聯想題第二集 給你們提示 來 大明星 全方溫員 全方溫員 我們來看 第二題的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來 金馬獎 金馬獎 拿過金馬獎 兩隊 請搶答 拿過金馬獎 劉昊隊請做答 我覺得只有一個人能夠這樣子 又帥 是 老德華 傻耶 Andy 劉德華 對不對 童童隊請做答 郭富城 郭富城 他最近在電影方面也非常的... 他拿了兩座金馬獎 對啊 郭富城 對不對 不是 不是 第二個線索是什麼 有來開過演唱會 兩隊 請搶答 是 周杰倫嗎 好 猜周杰倫 周杰倫 莫文蔚 好像是耶 對 就他了 莫文蔚 來 對不對 好難猜哦 我們來看 第三個線索是什麼 這個應該出來囉 兩隊 請搶答 為什麼 袁浩隊請做答 連郭道長 你的名字都已經擺出來了 該不會就是 林道遠嗎 我以後是有可能在小雞蛋開演唱會 對 隨便 你就猜林道遠 很難 不會 林道遠 好啦,就猜林道遠 林道遠 真的很強啊 林道遠 對 不對 東 錯啦 我幫你配音 你們真的很可惜 錯失的機會 對啊 總統隊請做 有答案了 張學友 對 為什麼 因為他拿過金馬獎嘛 然後最近也有在開唱 然後我剛好想到他有一首歌 他有一首歌 當年 人間道 對 對 張學友 不對 不對 穩別的意思 穩別 第四章的意思是 穩別啊 穩別嗎 張學友在笑話江湖裡面 飾演這個東場的一個走狗 曾經得到金馬獎 他有得獎 所以他是有的 所以第二題 我們的鄭姐就是 緊接著 抑制聯想題 第三題 我給你們一個提示 好 他是一個 想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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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冰箱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錢耶 罕見的二十元硬幣 會和哪位名人有關連累 觀眾朋友你猜 我給你們一個提示 好 他是一個 想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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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冰箱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線索是什麼 錢耶 二十元的硬幣 兩隊請搶答 苗隊請做答 國父 硬幣裡面幾乎可以看到就是 對 不是國父就是 蔣中正先生 可是我覺得這個硬幣應該是 要讓我們想偏 最主要是在那一個圖騰上 我們先穿國父好了 國父 對 不對 吳鳳 吳鳳 不對 有可能對不對 他很偉大耶 粗草 他剛好跟原住民有關 好不好 想當當的歷史人物 是的 吳鳳 對 不對 不對 我們來看第二個線索 這什麼 口黃情 請搶答 會不會是我們的革命先駿 莫納魯道先生 有個声音 莫納魯道就是 賽德克巴莱裡面描寫的英雄 對 他們就是那個玄關那邊 然後會那種 歡 有好聲音出來 所以當時他是有組一個團 一個樂隊 真的 這樣 其實我只能跟你講說 因為原住民同胞們 他們都非常喜歡音樂 他們喜歡喝小米酒 然後搭配上自己音樂 對 莫納魯道 對 不对 預備 他抓得四秒 好 小時候一開始就猜了 是的 意志聯想題的第三題 正解就是莫納魯道 大家一直在這個二十元硬幣上面打轉 我覺得它也是阻礙你們思考的 一個很大的方向 是 對 碰巧的 我這邊剛好就有這二十元的人 是 來,我再給你們觀賞一下 真的耶 好幸運哦 我今天看得到 我們是婆父耶 莫納魯道 我要提醒你們看歸看 這個是很值錢的 真的放口袋 真的放口袋 有沒有看到 有啊 莫納魯道 上面還有應莫納兩個字 還有應莫納 莫納魯道四個字都有耶 所以我們就特別把 它的背面對不對 二十元硬幣 我相信如果有收集這硬幣的人 大概就已經很清楚了 是 對不對 然後口袋琴呢 是他們真的原住民的一個樂器 現在呢 失傳會使用這個樂器的人 是越來越少啦 真的 所以我們這題就是 莫納魯道 好 第一次演講題 兩隊的分數 統統隊得到的是 五分 緣浩隊得到的是 差一點點 我們隊加油了好不好 好 我們馬上進入第二回合 勝負的第二回合即將開戰 請兩隊藝人按鈴搶答來猜題 答對即得五分並可續答 答錯換對方猜題 Are you ready? Let's go 接下來進行 《超級一點通》第二回合生活題 是 生活第一題 兩隊請聽清楚了 沒有 女性網友票選 男友管什麼 最令人受不了 兩隊 請先降答 兩隊請做答 我真的受不了的是 我控制慾的男生 你知道那種控制慾是 大事小事都管 小到你的牙膏、牙刷、衛生 統統都管那種男生 太廣義了 狭異臉 妝化太濃也是啊 查電話 查電話 你到底要哪一個 你先來 趕快 好多 沒有,他心裡面太多OS了 選一個 你覺得最有把握的 查電話 查電話 偷看手機電話簿 對 沒有信任感 沒有信任感 偷看手機電話簿 有沒有 好難 這麼簡單的題目 你們第一個就錯 我們有答案 我這樣趴趴趴趴 點一點也三、四個答案有了 真的 OK吧 統統隊請做答案 真的受不了 對 我覺得 你穿太短了 穿太露了 不行 對,不能被人家看 對不對 你穿那麼漂亮幹嘛 你剛剛... 你剛剛講阿姨 你剛剛講那個最後一個 講到重點了 哪一個 對 男生都是這樣想啊 怎麼會穿那麼露呢 你要像話嗎 穿那麼露是給誰看啊 吸引誰啊 是不是 對啊 而且我以前... 我有個例子 不是,那就是你 你就說你沒辦法 沒有,我說我啊 我有一個例子啦 女生為什麼會這麼討厭 你知道嗎 因為女生他們在... 他們在想他們的打扮的時候 通常會思考 經過非常深思熟慮 對 然後呢 我今天決定好我要穿這一套 出門了之後 我今天一定要跟他講說 你換一套吧 他 抓狂 真的,我前進去 因為我想很久啊 他會抓狂 等一下,你剛才不是說你朋友 現在又是你前進去 我啦 我前進去 我承認 我承認,你知道嗎 管你的服裝穿著有沒有 這才第三名 神采 包含的吃喝嘛 你不能太胖 或是你不要太瘦 對啦,你這樣吃對不對 會嗎 這種應該是一種關心吧 或者是說我喜歡你再瘦一點 可是當你聽到了之後 你也變得不舒服嘛 而且你知道嗎 越胖的人越怕人家講他胖 不要看我 好瘦喔 不是我 你絕對不會是胖 是衣服太小 所以管他的身材 管他的身材有沒有 沒有 什麼 男生會一直吹 比方說有時候等不耐煩 在時間上男生會控制他 我給你十分鐘下來 沒辦法 就上二十分鐘 然後化妝、貼睫毛、穿衣服 時間會... 對 男生永遠說 我永遠不曉得女生的時間 到底是為什麼 怎麼控管 對 時間上面的控管 有沒有 有辦法 有 教友 教友 教友範圍 對,教友範圍 控管你的教友 有沒有 有 教友隊上第一名 記住他 對 買東西 這個不能買 那個不能買 可是男生就愛買車啊 買手錶啊 然後我買個包包 買個衣服都買 不行 對啊 財務上面的 對 管我們金錢怎麼控管 管... 金錢上面怎麼控管 對 金錢上面怎麼控管 有沒有 還有 還有 不錯 記住加油 行好了 就是外表的行 對 女生的行動 男生愛管 外型上面的控管 有沒有 有啦 我知道了 我常被男生念說 你講話不要這樣子 所以 可是我們女生就喜歡大得手講話啊 所以這是 這是口條的問題 對嗎 對不對 對 說話的方式有沒有 對 對 對 有耶,真的 我跟我男朋友撒嬌過 我被我們到處去吃什麼 他說 你剛剛吃辣椒嗎 對 對 什麼東西啊 緊接著 來到生活題的第二題 好 請聽清楚了 網路票選 防止情人偷吃招數 前五名 兩隊請搶答 同學 請做答 妝真孔 喂 不行啊 這個很高彎 你是變態嗎 來不都是用這招的 偷看是犯法 那個是犯法的 那個是犯法的 對 但是有一種 有一種方式很接近 就是用 直接用視訊的設備 比如說我現在手機 對 女朋友打來 或什麼 你在哪裡打來看看 還有一個 我有一個例子 我以前某任女朋友 我去內地拍戲嘛 然後一到飯店 他就說 電話 他說上網 然後把視訊打開 Skype 打開來之後 視訊 然後他要電腦還要轉一圈 在他房間裡 有沒有其他人 就是影像的電話 或是設備 好 影像的電話 監視的設備 可以監控你有沒有 還有就是 通話紀錄 查手機 最誇張的是 通話紀錄也要印給他 真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刪除通話的紀錄 通話的那個 電一出來的 通連紀錄還是會有 所以他就會比對 我覺得你女朋友 才不是的 你女朋友是柯南吧 看你的通話紀錄 有沒有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這個很正常 有用嗎 放照片 宣示主權 對 然後手機在保護螢幕也要 或是在你的手機裡面 硬要輸入什麼寶貝 對 老婆 什麼的 手機一拿開就看到 對 對 然後打電話來的時候 朋友就 你老婆打電話給你 對 把你的照片 放在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宣示主權 沒錯 有沒有 放合照 去認識男生身邊的朋友 對 然後就可以查到情 沒錯 從朋友圈 防堵你 是滲透 是 偷吃 沒錯 所以他們打聽消息 肯定有 你的電話打不通 我打給他 好兄弟 他的電話打不通 我打給他 這個糟糕 這個糟糕 這個真的很難偷吃的 從朋友圈 防堵你偷吃 有沒有 一定有 好難 看那個發票 有沒有 對 你買東西 男生有時候買一買 對 檢查發票有沒有 有沒有 還有帳單 還有帳單 我還有過一個經驗 就是 奇怪 我女朋友怎麼那麼愛管我 網路 是你愛管人吧 網路是最容易 最容易認識朋友的地方 叫他帳號密碼交出來 看你什麼搞鬼 要你的帳戶密碼 網路密碼 網路 對 有沒有 沒有 好 我知道了 圓皓再請坐答 女生坐在副架子之後 她就會在那邊綁個什麼 娃娃熊 對 髮圈 然後髮圈 來放什麼東西 就是 女用的 她就會發現說 你車上怎麼會有女生 還有更狠的 什麼 中間那個後照鏡貼他的照片 大頭貼 對 畫個愛心 開車只要想要看後面 嚇到 假的 很減十年 少活十年 在車上放物品 宣示主權 有沒有 好 不錯 請繼續做答 聞身上的香味 檢查你身體 香味 是 香味 好恐怖 草莓 這筆好恐怖 陰森森 檢查你身體有香味 或者是有沒有種草莓 有 沒有 怎麼可能都很絕耶 這種方法 我知道在古時候是用 真糙帶 現在 對 背子帶 我知道 艾成看你一副自信滿滿的樣子 你確定你真的知道答案嗎 我知道在古時候是用 真糙帶 現在 對 背子帶 我知道 什麼時候 強迫他帶那個 對戒 對戒 他拿掉就好啦 對 刺青 這麼狠 直接繞衣在身上就對了 就是把它刺一個名字 跟把我的生日什麼都刺在這邊 好啦 你把彤彤的名字拿出來給大家看 來,秀一下 真的假的 別到了 他原本刺這麼小 可是因為越來越棒 放大了 你說是一顆眼睛嗎 對 彤彤,一個眼睛嗎 對 宣誓主權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好難哦 各位,生活題的第二題 第四個正確答案是什麼 什麼 沒想到 拿到他的鑰匙 你會緊張啊 他如果隨時衝進來 男生 你們最怕 另一半用哪一招 每一招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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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交友關係跟女朋友 還是要以信任危機 錯位 好,緊接著 我們來到第三題 生活題的第三題 網友票選 看演唱會的時候 最不喜歡旁邊坐的人 有什麼樣的行為 前五名 演唱會 什麼樣的行為 前五名 兩隊,請搶答 原浩隊,請坐答 為什麼你慢動作不這麼慢呢 有一些人會過嗨 嗨的時候 他可能在喝啤酒 然後就會把瓶蓋打開 在那邊灑 我就看過一個人 在那邊灑啤酒 然後脫衣服 就是你知道 瘋了 嗨過頭 好 沒有辦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緒 有沒有 怎麼可能 沒有 通通隊,請坐答 就是 就是要讓對方聽到 演唱會就要這樣啊 大家坐下來品襲以待 要等元浩的出現 會在旁邊叫囂尖叫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聲音音量的人 有沒有 我聽尖叫 我上次還聽到一個很好笑 我一個朋友去聽吳白老師 對,演唱會 然後旁邊就來亂 他旁邊在那邊講 黃鐙輝 他有啊 來鬧的 真的嗎 沒有,就是因為 黃鐙輝模仿吳白老師嘛 他就反過來叫 知道了 站位子 站位子有沒有 有力 謝謝 請繼續做答 還有就是呢 吃東西呢 吃東西呢 吃東西好像大眾會吃 有一種人很討厭 就明明大家都站好 然後他就一直擠說 對不起 我要到前面 然後就一直推撞 就是一直超過 從後面有一點像是 我們已經先入場了對不對 都站在這裡了 但是後面的 他後面的鍵 但是他又想要擠到最前面 對,就一直鑽 接過 接過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一直擠往前面 硬擠的 有沒有 沒有 有 有 有一種是 就不知道算是算 就是他情緒不對 明明是在唱那種情歌 然後那時候情緒就好像很悲哀 想打給前男友 破壞氣氛 對,然後在旁邊在那邊嘻嘻哈哈 然後在那邊閒話家聊 就不投入 跟看電影一樣 手機不關機 對 然後一直吵 然後看一個感人的東西 然後他在那邊說 那個買什麼東西 要折扣什麼 跟點唱會的人情緒相反 甚至 告訴你內容 讓你沒有辦法繼續看下去 對 有沒有 沒有 有啦 桶桶隊請作答 我們剛剛想到一個了 可能我最近失戀 然後我想去聽演唱會 我只是想要放鬆我自己的心情 可是對... 可能前面兩個做得 這邊揉揉抱抱就覺得很不舒服 你說好像閃的那種人 對,很閃 可是我今天來是我要哭一哭的 在你面前 親親我我 有沒有 有 會搭上 身上有體味 身上有體味 有體味 讓旁邊的人覺得不舒服 有沒有 沒有 尤浩隊請作答 我們知道了 被騷擾 毛手毛腳 毛手毛腳的 趁人多的時候趁機卡你的腰 對 藉了氣氛 這樣子 動手動腳是因為要偷摸你 對 動手動腳要偷摸你 有沒有 沒有 兩隊都沒有猜出來 來 網友在票選的時候 看演唱會 最討厭旁邊坐的人 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來看看 第二名的正確解答是什麼 這個特點 對 然後這個特點 對 這個我有親身的經驗 真的嗎 我也是去看演唱會 然後跑到高雄去看 然後是一個 對 對 什麼 你在說誰 就是常常會下大雨 很會跳舞 怎麼可能跟你很像 喂 還有一些很喜歡 亂丟螢光棒的 不行 那丟到前面的人 這樣嗎 很危險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常常被丟螢光棒 你們這個攝影棚裡面的人 講話 郭忠祐應該是 講說自己被丟雞蛋比較多吧 不是 我以前常去校園唱 真的是有那些同學 都丟螢光棒 他就這樣一下跳 他就這樣跳了 好 喂 各位,所以我們這個生活題 要記住一件事情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好不好 這個第二回合 兩隊的成績 統統隊得到的是 三十分 袁浩隊得到的分數是 不錯 兩隊 兩回合加起來的總成績 統統隊得到的是 三十五分 袁浩隊得到的是 四十五分 掌聲鼓勵鼓勵 OK 請大家開起來 厲害囉 今天這個上完一課之後 最重要就是阿龐剛剛講的那一句話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既然那 週一週晚上七點半 一定要鎖定我們好看的 新兵進行取分